今天民眾擠爆台北車站 為了要施打莫德納疫苗 但是有人質疑 為什麼不究竟到一般診所去打呢 疑問之下有民眾反應 北市莫德納疫苗 除了17家醫院有提供施打之外 就只剩下台北車站這個接種點了 加上台北市長柯文哲 又反對開設賣場接種點 導致莫德納族群 只能到北車去人擠人 對此有感染客專家認為 賣場等處不是不能設接種站 只要備好急救設備 就沒有問題 但有醫師建議 每一個行政區 只要設立兩個接種站就好了 才能夠避免疫苗打不完浪費 民眾急爆台北車站 打莫德納疫苗 但已引發討論 為何不究竟到一般診所打 疑問之下 有在24類工作場域 工作的民眾反應 為了來得及趕上元旦新規 他要趕快施打第二劑莫德納 但住假診所不進都沒辦法 醫院開的門診又少 進一步詢問衛生局發現 目前莫德納疫苗 除了17家醫院有提供施打外 只剩北車這一站可以打 加上台北市長柯文哲 又反對開設賣場接種點 導致莫德納族 只能到北車去人擠人 對此有感染科專家這樣建議 強調過去在10萬N1流感大流行時 就曾在賣場打疫苗 建議之一回 也可以在賣場等地設接種站 至於北市只有17家醫院 提供莫德納疫苗施打 據點會不會太少 衛生局表示這已經是醫院 能開出的最大量能 因為醫院原先就有 固定的疫苗預約門診 後來又新增第三劑追加劑 有的醫院來不及調度人力 現在就先開始起個據點 不過還是有一支建議 在賣場設計重戰 得特別注意這一點 莫德納疫苗是一個多劑型的疫苗 你假如說人打得稀稀落落 那那一瓶的疫苗可能會擺非常久 那時間擺過久 對那個疫苗狀況其實是相對比較不利的 兩個點其實應該 最台北市來講是足夠的 醫師認為要提高疫苗接種的可進性 在每個行政區 剩立兩個接種站即可 才不會出現疫苗沒人打 又浪費的情形 記者中島 記者中島